美金的升势有所放缓,一种外贫会有反弹的机会呢? 大家好,欢迎收集财经早餐 今天是49号星期五,我是Choli 昨天提到近期美会是一度大幅反弹 主要是受惠美国的3月份CPI年通胀率 重上方法并3.5,这个降幅不及市场预期 加上联储局主席鲍威尔一度发表比较偏强硬的言论 令市场对美国开始减息的憧憬时机延迟到今年9月份 而另一方面,中东的紧张局势引发短期的避险需求 亦有助推动美金的短线表现 但这些基本面因素并不是永远一成不变 看回美国的CPI通胀率,虽然看到有反弹 但始终联储局局最看重的通胀指标 是下星期五会公布的美国核心PCE评减指数 到时数据仍然显示通胀持续回落 相信都不会左右美国今年来会减息的大方向 而中东局势方面虽然现在仍然持续紧张 但各方的表现仍然是上算克制 随着英国、欧民和美国等等寻求扩大对伊朗的制裁 相信都可能会对于避免伊朗以色列的冲突加深 会有一定的作用 总括来说,如果未来 除非美国的通胀上行风险急剧增加 又或者中东局势明显进一步转额 否则的话,相信现阶段美金再转一步上升的空间 可能会很有限 而且不排除短线都会有一定的调整 而近期美金的走强都令到一众外币表现受压 但由于美国年内减息大方向预期不变 加上市场对于内地经济复苏的憧憬已经明显有所改善 我们都相信纽纸和澳洲的走势长线来看仍然是偏好 刚刚澳洲新公布的3月份失业率 虽然都回升到百分之3.8% 但仍然是比市场预期好 而且同期我们看到当地的全职职位增加了27,900个职位 反映了劳工市场仍然是比较偏强劲 而且利率期货价格上最少显示市场对澳洲央行今年之内减息 减息25g的几率只有5成 相信澳洲只是前景可以受惠这个色差因素 至于欧洲方面 勒元区3月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CPI中值 按年升1.4% 整体也符合市场预期 进一步回落至接近欧洲央行2%的通胀目标 为欧央行在6月份开启他们减息的计划提供了一定理据 而最新的利率期过价格变化 现时市场都预期欧洲央行最快就会今年6月份减息 这个几率已经去到短短9成 但始终欧元区仍然是全球最大的能源统口国之一 对于能源的价格是非常敏感的 所以如果后市油价再度飙升 又或者是中东的冲突中一步升级 相信都会左右到市场目前 对于欧洲央行减息预期 相关的变化值得我们关注 我们再见到这里 我们下次再见